特别感谢日本送给我们113万剂的AZ疫苗 今天高雄市的确诊个案是0 本土个案全台湾总共有27例 其中台北市是14例 新北市是11例 双北社区的运行传播链仍然存在 让双北清零对于疫情全台湾的一个控制 那将会是一个决战的因素 针对幼儿园跟客照中心 利用明天的时间把教职员加速的来 接种疫苗 这个当然也牵涉到说未来我们的幼儿园跟客照中心 是不是能够再开放 拜托我们的老师教职员 一定要赶快去接打疫苗 70岁到71岁的长辈 我们从7月9号开始施打 假如你是到诊所 7月6号开放预约 市长公布70到71的长辈朋友施打疫苗 你就一定打得到 我们的长辈朋友你的家 那个通知都会送到你的家 你就按照这个时间 地点照这个顺序 去打就好 我们的书记老大哥 我们的勉费 来提供 包括我们的妈妈 还有70岁以上的重大伤病 行动不方便的长辈 有需要的话 就麻烦你跟驱公所来预约 假如说未来微解封要开放 要先把管制的措施做好 跨区的移动 这个是一个风险 整个台湾地区 是一日生活圈 新北市的医院的群聚感染 也会影响到高雄 你必须打疫苗 你必须保持社交距离 戴口罩 那这样才能够保护自己 跟保护家人 感谢观看